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极进奢华的七星级酒店 全球四分之一的天秤 落在多栋高楼之上 他们亲身经历过 这个城市繁华的一面 在15分钟之内 见证了你认识的名称 吃饭要去酒店吃饭 他的酒店一定是七星级八星级 也见证着他的经济下滑 建筑的地盘停止 是变成一个死城 楼没人住 想象不到会出现这些问题 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沮丧 甚至很多人见到很愤怒的感觉 这个城市的嬌人表现 究竟是人类在沙漠创造的陆周 也许是虚幻的海市神流呢 麦麻麻高耸入云的宏伟建筑 现代化贯穿全市的交通网络 就是这个城市引以为傲的特色 这一个是二十一世纪才冒起的城市 发展的速度令人震惊 丰富的成果也令到全球触目 在短短十年之间 可以达至今日这个嬌人的成绩 这个城市自然成为了 很多国家增相效法的对象 位于中东沙漠地区这个面积不算大 人口不算多的城市 竟然成为了中东沙漠地区 城市发展的一个神话 这里就是杜拜 杜拜是阿拉伯联合游掌国 七个成员国里面其中的一员 坐落在阿拉伯半岛之上 根据在2008年非正式的统计 杜拜的人口大约有220万 是七个游掌国之冠 而它的面积 仅次于另一个游掌国 阿波达比 批行第二 杜拜虽然位于盛产石油的中东地区 但它不是因为石油工业而迅速冒起 事实上 杜拜的石油含量较其他中东国家少 而且它的石油工业 只占了全国生产总值的6% 因为不可以依赖石油工业作为经济的命物 杜拜政府就积极寻求其他的发展奴向 今天正式带动杜拜经济火车头的是国际贸易 资讯科技建筑业和金融业 根据2007年一间信用卡公司评级 杜拜在中东众多的国际金融中心里脱位而出 排行第一 另一个杜拜近年锐意发展的就是旅游业 在2003年 杜拜旅游业的业绩已经超过了石油工业 收入占了全国生产总值的一成以上 每年有超过600万的旅客来到杜拜 成为了全国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 亦为这个城市创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 在国际方面 杜拜政府一方面在国内设立自由贸易区 容许外国公司在这里设立办事处 另一方面 杜拜政府亦以免税政策刺激这里的商贸活动 加上杜拜位于中东地区的交通疏纽 促成了它作为国际货运和金融中心的地位 这些有利的条件 就令到杜拜成为了全球其中一个发展最快的地区 也被誉为中东的香港 来自香港的抗游恩Javier 在2007年被公司猜败到杜拜工作 对于这个城市繁华的一面 他有亲身的体会 沿着公路 驾驶半小时车可以建立国楼大厦 你去到一间酒店门口 你可以在15分钟之内见证了你认识的名车 在这里 吃一顿饭 可能是二三百元这份钱 差不多六七百元港元 其实二三百元这份钱一顿 原来在这里来说是便宜的 每一道地方吃饭都是很贵的 二三百元吃饭钱 可能你付贴士也要付百元才高兴 乘搭的士说这份钱是15-20元 他们很豪 一人乘200元出来 就当贴士给了司机 你乘搭那二三十元的士 但是你付200元贴士 他们是回教 但是我打算回教的人会很朴素 但又不是 他们刚刚相反 很奢华 就算是回教徒 他们穿那件黑袍 他也会有钻石鞭 不是一件普普通的黑袍 是名牌子 可能是某几个大牌子的黑袍 一定要駕驾车 有大屋住 你去吃饭要去酒店吃饭 他的酒店一定是七星级八星级 随着外商的涌入 加上稳定的政治环境 吸引到鄰近的地区的人 不断移居到杜拜 令到这里人口持续增长 在1995年 杜拜当时只有大约七十万人聚居 到了2008年 人口已经出现超过三倍的增长 人口急剧增长 令到居住的需求不断增加 再加上国内里面多项旅游 和商业建筑项目同时施工 令杜拜的建筑业非常蓬勃 我问一些做建筑的朋友 他们说平均在香港建一间屋 要三年时间 他们说不行 我要缩到两年 甚至年半 所有建筑的建筑是24岁才开工的 我想很多人都可能听过 杜拜 只是杜拜这地方已经拥有了 全世界25%的天正 最好笑的是我们的旧屋 我们有间房间看到 有一个大购物馆建筑 有十几亿只天正 我刚才说外面好像是第三类接触 你会看到有一阵光在上面 好像UFO那样 居住在杜拜的本土国民 其实只是佔了总人口的两成 其余大多数都是以工作签证 在杜拜短期居留的外地人 因为这里的人口 穿了八成半都是外来的 他们本身自己真的是阿拉伯人 这里阿联邮的人口很少 他们就算无论这里 我们来这里做了多少年 就算你在这里20年30年 你做完你都是每三年 去renew一次你自己的working visa 每三年你去验身 你身体状况没事了 他就让你留下 30年也好40年都是这样 你是不会移民的 因为他们需要去保护他们自己的资产 或者这么说他们产有国 他们会觉得如果外面这么多人来 因为其实这个国家 那80%外面来的人 是逐多有四成以上 也是从印度那边过来的 所以他们就很害怕 有一天他会被外来的人 去拿到他们的地方 去拿到他们的所谓的资产 石油或者很多这些东西 大批暂居杜拜的外国人 令这里房屋租贷市场十分刺烈 Javier就曾经在中屋的事情上 亦都想找一些比较近公司的地区 但一见到租金 是天文数字来的 一个大概两房一千尺的单位 说的是差不多二三万港元一个月 所以后面我们自己找屋的时候 都找得要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宁愿駕駛车 但去一个合理的价钱 但所谓合理只不过是 在这里相对来说低 如果比香港来说 是相对完全不合理的价钱 而我们去找屋的时候 你会跟他们交易闹销吗 他亦都不会理睬你 他会告诉你 这么多人来 这间房屋你不要不要 我现在手头有几个客人 转头来看 我是连房屋都没看过 差不多没看过那么多 我是去那里 兜了一血五分钟 他会问你要不要 我问什么 那些证明和租金的钱 你先要不要 我先跟你谈租金 这边的房屋不像香港的房屋 我每个月给你 是每个业主跟你说 一筆过来给一年租 你出一张证给他 幸好我公司对我们都挺好 都明知我们来到这里 都不可能这样 吐一大块钱出来 公司帮你先出 然后才逐个月 在你份量扣回 除了楼价飙升之外 短期富裕起来的倒败 社会的问题不断涌现 除了一项被传媒广泛报道的 勞工剥削问题之外 Javier也见证着整个城市 盲目向浅看的趋势 每个人 因为他们不论哪个地方来 高位的中层的低层的 每个人来这里 其实是没有信念 来到这里大家的心态都是 两年三年就走的了 总之个个都是用尽方法 去换你的钱 我可以帮你 我现在告诉你 我要收你一千元 我要收你一万元 总之是想尽办法 尽量去抢你的钱 可以抢够我走 你外面去截的士 又是奇境 你会见到一街 可能是二三岁的人 站在那里截的士 是没有人截到车的 因为很多人来工作 的士不够 又或者这台的士 你要去近的地方 我不去 你要去塞车的地方 我不去 见你 他明知贴士一定不多 甚至没有贴士 不再 宁愿走前两步 去载一个外国人 总之他见到你 黄眠口 他就会少看你 再加上我们 我们不是新光颈领出街 又不会特别用名牌子的东西 所以我们去到 就算去到食店 他们都未必有 很好的服务给你 因为他们要尽快 去建设一间楼 亦都不需要你的质量 我听到很多人回来 甚至我现在住在这里 我看到很多东西 会流水 那部墙会是烈的 很多东西未做好 铁可以坏 试过去塌 它是每一样的 因为它要快 它不会理你质量 总得起来 赚了你的钱 除了要面对一个 利益挂税的社会风气之外 Javier和太太 还要适应 这个回教国家的风俗习惯 香港或者其他很多世界地方 工作是星期一到星期五 星期六要回的 可能回半周 但星期日一定放假 星期七日如是 但这里不是的 因为回教 他们不是跟我们外面的势力 是他们自己的回力 他们其实真真正正 放假期是星期四和星期五 所以跟外面这个世界去接鬼 都挺麻烦 因为如果真真正正 跟外面大家共同的工作坊 是三天 星期一、二、三 但是因为这里 杜拜 甚至整个阿联友 他知道他们要发展 知道他们这样的做法 是不行的 所以我看回 原来他在07年1月1日 不是很久之前 是07年1月1日才开始 将他们的周末 高期间改成星期五、星期六 起码多一天跟外面接鬼 就算你看电视 你看一下 很普通的接吻的镜头 他就剪掉了 你就会发觉 什么事 就是会没有了 或者是一个 做节目 他们要祈祷了 他会发现 大家要祈祷 提点来 但会影响到 你自己看电视 我正在追电视 那种 这些很小微的东西 都会很影响到 他会提醒你 我是回教的国家 回教国家杜拜 对其他宗教采取 宽容的态度 容许他们自由进行宗教活动 但公开全教 和散布他们的宗教书籍 就均属违法的行为 Javier和太太 是虔誠的基督徒 他当日来到杜拜 第一件事 就是寻找华人的教会 自己深知 来到这个地方 没有教会 没有信仰生活 很难过日子 我们打算有地的地方 就有唐人 有唐人的地方 就有唐人街 有唐人街的地方 就会有唐人教会 第一件事 找到唐人街 为什么没有的 死了 问我的同事 没有的 这里没有唐人街 真的很辛苦 才找到一间教会 不知为何 整个杜拜 好像只有一间教会 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有一个说英文的人 跟我说 想找中国教会 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香港人 我们很开心 就立刻叫他做侍奉 快点参加聚会 他给我看到 立刻有一种很愿意的心 是在教会里面 可以来到去 帮忙来到侍奉 很多时候 他都会作为一个领导者 教我们如何去查经 希望由他们去负责 组织 很多来自香港的人 在这里做工作 做一些专业人士的人 来成立一个 语团契 语小组 他给了很大的帮助 譬如在找车上 因为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找车的时候 对于车买卖 整个程序都不太清楚 其实Jafia 在这里 已经来了一年多 自己买过一辆车 他自己也对车有个喜好 所以他对车认识了我心 有时我也会找他 帮我一起看车 当两夫妇在教会生活 开始稳定下来的时候 没多久 他们就遇到一次的信仰经历 那时跟神的关系越好 不知道是否因为这样 魔鬼就会来攻击你 我们就有一些信仰上的挣扎 比如说以前和神认过罪 好像突然间又回来 又会觉得自己很骯髒 又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 就是在拉麦丹那段时间 我们两个就真的有一些 挣扎 后来有些传導人 都看到我们也有些问题 觉得我们好像 照容都没有了 他们也会来到 问我们是否因为这样的原因 很多人来到这里 都会有些心情上的挣扎 我们就要更加触紧 很感谢主在那段时间 有很多传導人 很多大英姊妹在旁边 去和我们分担这件事 很辛苦 一段时间才可以跳出来这个圈圈 开始可以笑回我 因为你是我主 我被打索 我臀牌和诗歌 你是我的高台 我随时帮助 来吧用信心 赞颂我高高 你永在我心窩 为你有永心江河 随你以外不已靠别过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 2009年11月25日 杜拜国营企业杜拜世界公布延迟债务还款期 消息公布后 全球股市随即全面下跌 而部分和杜拜世界相关的债券 亦被评级机制评为垃圾级 面对严峻的经济危机 杜拜政府立即向油长国阿布达比求助 2009年12月14日 阿布达比政府向杜拜出资100亿美元 帮助杜拜世界上还债务 令杜拜政府暂时脱离债务危机 杜拜他锐意地去宣传 他很夸张地在世界各地宣传 是带给别人看到一样就是 人可以创造一切美好的事物 到了金融海啸之后 所有建筑的地盘都停止了 所以开始了工程 没有办法一定开始的时候 一路拖慢一路拖慢 很多人大批大批 比如勞工大批大批 走了 突然间因为经济不景 以至到很多东西根本再不能实现 要么推迟了实现 使得很多人心里有了很多浸恨 以及想象不到会出现这些问题 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很多人做文职的白领 亦可能真的很多人被炒了 又回归了 短短几个时间里 是变成一个死城 房子没有人住 甚至他一路建了很多大厦 建了很多住宅 是一路全部都是for lease 是没有人租的 第一批被公司炒的那些 是一下子 你会看到他们的眼神 是落泊到 真的好像生意失败 你看到他完全没有彩 很沮丧 甚至很多人看到很愤怒 是会觉得 我来到这里有没有搞错 只是跌少少车 那你就要炒我 这里有一个奇景就是 过千架靓车 踏在机场那里 人们就这样丢下 因为他们来到这里 他们去买车的时候 他们不是真金白银买的 他们是银行车 可能是100%这样去借 因为当时银行 也都很欢迎你问他借钱 总之他就要把这些车都推出 一被人抛走 很深的 就 踢下车在机场那里 放上锁匙 接着打给银行 我供不起了 现在我走了 你们去机场拿 但很多可能 踢出路边 或停车场 其实我自己都会有点害怕 会说 会不会公司 无情地觉得 因为要 剩下车场 就可能会财了 这样 其实这件事 我 每一天 我自己都会感谢 是 在这个风暴里面 都还可以安然度过 不是那么容易 若果有一天 真的 好了 没错 真的要包袱就好了 真的要 但我们深信 我们的神一定 会去和我们 有一个更好的安排 在他朝室去 未会归还 唯有用信念 行信念 方可以领受永恒 让安息快乐 活生间 耶稣 基督 如果人 是没有去 来到去 和这个造物主 掌管着这个世界命脈的 这位全能的神 去有一个很好的 互相的活动 我看到是 好像 当你一个人走路 只有一只脚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可以正常的走路 很多东西 他们都是堆砌出来 而 当问题发生的时候 他们是解决不了的 好像神话一样 迅速无气的杜拜 究竟能不能够 叫这个在沙漠地区的神话 能够继续被传众呢? 杜拜的成功 究竟是人类智慧能力的象征 或是贪婪浮夸的写照呢? 在信息万变的世代 什么才是生命里面 永恒不变的倚靠 可以帮助你和我 度过这个人生大大小小的风暴呢? 抗尤恩 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能够在杜拜 这个体跌成败里面 找到永远的倚靠 因为他相信掌管宇宙 和人类历史的上帝 一定会带领他走生命的每一步 如果你想进一步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欢迎你 现在就致电《恩与生命而善》 和我们联络 你也可以在《恩与之声》的网站留言 愿神赐福你 在世上有多少争斗 是一个血泪仍久 也没有时谋 可是得到安寧 永远不必挂忧 你也想那天可足够 四一光 美梦燃咬 你也想那天可足够 谁能得到一切 明白岁月片斑可 所以跟外面这个世界去接轨 是挺麻烦的 因为如果真正正跟外面 是大家共同的Working Day 是三天星期一、二、三天而已 但是因为这里、杜拜 甚至整个阿联友 他们知道他们要发展 知道他们这样去做法 是不行的 所以我看回原来他们在07年1月1日 不是很久之前的事 是在07年1月1日才开始 将他们的周末高期间 改成星期五、星期六 起码多一天跟外面接轨 就算你看电视 你看看一看 很普通一个折蚊的镜头 它就剪掉了 你就会发觉什么事 就是会没有了 或者是一个做下节目 他们要祈祷了 他又会做个视频出来 大家要祈祷了 就是会提点来 但是就会影响到 你自己看电视的时候 他会提醒你是回教的国家 回教国家杜拜 对其他宗教采取宽容的态度 允许他们自由进行宗教活动 但是公开全教 和散布他们的宗教书籍 就均属违法的行为 Javier和太太是虔誠的基督徒 他当日来到杜拜 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华人的教会 就是自己心知道 来到这个地方 没有教会 没有信仰生活 就是很难过日子 我们想着有地的地方就有唐人 有唐人的地方就有唐人街 有唐人街的地方就会有唐人教会 找过唐人街 第一件事是找到唐人街 为什么没有的 死了 问回我的同事 没有的 这里没有唐人街 真的很辛苦才找到一间教会 上网 不知为什么整个杜拜 好像只有一间教会 我记得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有一个讲英文的人 跟我说想找中国教会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香港人 我们很开心 就立刻叫他做侍奉 快点参加再会 他给我看到一个 立刻有一种很愿意的心 是在教会里面 可以来到去帮忙 来到侍奉 很多时候他都会作为一个 领导者去教我们如何去查经 希望由他们去负责 组织好多来自香港的人在这里做工作 做一些专业人士的人 来成立一个鱼团契鱼小组 他给了很大的帮助 譬如在找车上面 因为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在这里找车的时候 对于车买卖 整个程序都不太清楚 其实Jafia在这里 已经来了年纪 他自己买过一辆车 他自己也对车有个喜好 所以他对车认识了个心 有时我也会找他帮我一起看车 当两夫妇在教会生活 开始稳定下来的时候 没多久 他们就遇到一次的信仰经历 那时跟神的关系越好的时候 不知道是否因为这样 魔鬼就会来攻击你 我们就有一些信仰上的挣扎 比如说以前跟神认过罪的 好像突然间又回来 又会觉得自己很骯髒 又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 就是在Ramadan那段时间 我们两个就真的有些震撼 后来有些传道人都看到我们 也有些问题 觉得我们好像照容都没有了 他们也会来到问我们 是否因为这样的原因 很多人来到这里 都会有些心情上的挣扎 我们就要更加触紧 很感谢主在那段时间 真的有很多传道人 很多电影节目在旁边 去和我们分担这件事 很辛苦 一段时间才可以跳出来这个圈圈 开始可以笑回我 是否在我时光 你是我的高台 我随时帮助 来吧有信心 赞颂我高高 你永在我心窝 为你有永生江河 随你以外不已求别过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 2009年11月25日 杜拜国营企业杜拜世界公布延迟债务还款期 消息公布后 全球股市随即全面下跌 而部分和杜拜世界相关的债券 亦被评级机制评为垃圾级 面对严峻的经济危机 杜拜政府立即向油长国阿布达比求助 2009年12月14日 阿布达比政府向杜拜出资100亿美元 帮助杜拜世界上还债务 令杜拜政府暂时脱离债务危机 杜拜他锐意的来到去宣传 他很夸张的在世界各地宣传 是带给人家看到一样就是说 人可以创造一切美好的事物 到金融开市之后 所有建筑的地盘都停止了 所以开始的工程 没有办法一定开始的时候 一路拖慢一路拖慢 很多人大批大批 比如勞工大批大批走了 突然间因为经济不景 以至到很多东西根本就再不能实现 要么推迟了实现 使得很多人心里有了很多浸恨 以及想象不到会出现这些问题 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很多人做文职的白领 亦都可能真的很多被人炒了 回归了 短短几个时间里面 是变成一个死城 房子没有人住 甚至他一路建了很多大厦 建了很多住宅出来 是一路全部都是for lease 是没有人租的 第一批被公司炒的那些 是他们一下子 看到他们的眼神 是落魄到 真的好像生意失败 你看到他们完全没有彩 很沮丧 甚至很多人看到是很愤怒的感觉 是会觉得 我来到这里有没有搞错 只是跌少少车 那你就要炒我 这里有一个奇境就是 过千架靓车 踏在机场那里 那些人就这样丢下了 因为他们来到这里 他们去买车的时候 他们不是真金白银 不是真金白银 叫你问银行借 可能是100%去借 因为当时银行 亦都很欢迎你问他借钱 总之他就要把这些车弄出来 一被人抛走 好心地 就 踢下车在机场那里 放上铁匙 接着打给银行 我供不起了 现在我走了 你来机场拿 但很多可能 踢在路边 抛在停车场 他也被誉为中东的香港 来自香港的抗游恩 Javier 在2007年 被公司猜败到杜拜工作 对于这个城市繁华的一面 他有亲身体会 沿着公路 银行半小时的车 可以建立了高楼大厦 你去到一间酒店门口 你可以在15分钟之内 见证了你认识的名车 在这里 吃一顿饭 可能是二三百元这份钱 差不多六七百元港元 其实二三百元这份钱一顿 原来在这里来说 是比较便宜的 每一道地方 其实吃饭都是很贵的 二三百元吃饭钱 你可能给贴士 都要给成百元才高兴 坐的士 这边的钱是十五元 即是十五元 二十元 他们很豪 一轮轮到二百元出来 就当贴士给了司机 你搭那二三十元的士 但是你给了二百元贴士 他们是回教的 但是我打算回教的人 会很朴素 或者怎样 但又不是 他刚刚相反 很奢華 就算是回教徒 他们穿那件黑袍 他也会有钻石鞭 即不是一件黑袍 不是一件普通的黑袍 是名牌子 可能是某几个大牌子的黑袍 一定要駕駛靓车 有大屋住 你去吃饭 要去酒店吃饭 他的酒店一定是七星级八星级 随着外商的涌入 加上稳定的政治环境 吸引到鄰近的地区的人 不断移居到杜拜 令到这里人口持续增长 在1995年 杜拜当时只有大约七十万人聚居 到了2008年 人口已经出现了超过三倍的增长 人口急剧增长 令到居住的需求不断增加 再加上国内里面多项旅游 和商业建筑项目同时施工 令杜拜的建筑业非常蓬勃 我问一些做建筑的朋友 他们说平均在香港 你建一间屋要三年时间 他们说不行 我要缩到两年 甚至年半 是完全同 即所有的都会加速 所以他们的建筑 地盘是24岁才开工的 我想很多人都可能听过 整个杜拜 只是杜拜这地方 已经拥有了全世界25%的天静 在这地方 最好笑我们的旧屋 我们有间房 看到那边有一个大购物厂建议 其实是有十多二十只天静 我跟他说外面好像是第三类接触 你看到突然有一阵光在上面 好像UFO那样 居住在杜拜的本土国民 其实只是佔了总人口的两成 其余大多数都是以工作签证 在杜拜短期居留的外地人 因为这里的人口 穿了八成半都是外来的 他们本身是阿拉伯人 在这里的人口很少 就算无论在这里 我们来这里做了多少年 就算你在这里二十年三十年 你做完也都是每三年 去release你自己的工作签证 每三年你去验身 验完身 你身体状况没事了 他就被你留下 三十年也好四十年 都是这样 你是不会移民 因为他们需要去保护他们自己的资产 或者这么说 他们的产油国 他们会觉得如果外面那么多人来 因为其实这个国家 那八十几百分之外来的人 是逐多有四成以上 也是从印度那边来的 所以他们就很害怕 有一天他会被外国人 去拿到他们的地方 去拿到他们的所谓的资产 石油或者很多这些东西 大批暂居杜贝 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建筑物 也拥有极尽奢华的七星级酒店 全球四分之一的天晴 落在多栋高楼之上 他们亲身经历过这个城市繁华的一面 在15分钟之内 见证了你认识的名车 吃饭要去酒店吃饭 他的酒店一定是七星级八星级 也见证着他的经济下滑 建筑的地盘停了 是变成一个死城 楼没人住 想象不到会出现这些问题 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 沮丧 甚至很多人看到很愤怒的那种感觉 这个城市的嬌人表现 究竟是人类在沙漠创造的绿洲 或虚幻的海市神流呢? 麦麻麻高耸入魂的宏伟建筑 现代化贯穿全市的交通网络 就是这个城市引以为傲的特色 这一个是二十一世纪才冒起的城市 发展的速度令人震惊 丰富的成果也令到全球触目 在短短十年之间 可以达至今日这个嬌人的成绩 这个城市自然成为了很多国家 增相效法的对象 唯一中东沙漠地区这个面积不算大 人口不算多的城市 竟然成为了中东沙漠地区 城市发展的一个神话 这里就是杜拜 杜拜是阿拉伯联合游掌国 七个成员国里面其中的一员 坐落在阿拉伯半岛之上 根据在2008年非正式的统计 杜拜的人口大约有220万 是七个油掌国之冠 而它的面积是仅次于另一个油掌国 阿布达比,批行第二 杜拜虽然位于盛产石油的中东地区 但它不是因为石油工业而迅速冒起 事实上,杜拜的石油含量 较其他中东国家少 而且它的石油工业 只占了全国生产总值的6% 因为不可以依赖石油工业作为经济的命物 杜拜政府就积极寻求其他的发展奴向 今天正式带动杜拜经济火车头的是 国际贸易、资讯科技、建筑业和金融业 根据2007年一间信用卡公司评级 杜拜在中东众多的国际金融中心里脱位而出 排行第一 另一个杜拜近年锐意发展的就是旅游业 在2003年 杜拜旅游业的业绩已经超过了石油工业 收入占了全国生产总值的一成以上 每年有超过600万的旅客来到杜拜 成为了全国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 认为这个城市创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 在国际方面 杜拜政府一方面在国内设立自由贸易区 容许外国公司在这里设立办事处 另一方面 杜拜政府亦以免税政策刺激这里的商贸活动 加上杜拜位于中东地区的交通枢纽 促成了它作为国际货运和金融中心 的地位 这些有利的条件 就令到杜拜成为了全球其中一个 发展最快的地位的外国人 令这里房屋租贷市场十分次热 Javier曾经在租屋的事情上 相透露近 我们亦都想找一些比较近公司的地区 但一见到租金 是天文数字来的 一个大概两房一千尺的单位 是2-3万港币一个月 所以后来我们自己找屋的时候 都找得要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宁愿駕駛一些车 但去一个合理的价钱 但所谓合理只不过是 在这里相对来说低 如果比香港来说 是相对是完全不合理的 而我们去找屋的时候 你会跟一个公司拗架吗 他亦都不会理你 他会告诉你 这么多人来 这间房屋你不要不要 我现在手头有几个客人 转头来看 我是连一间屋都没看过 你差不多没看过 我是去那里 兜了一圈五分钟 我会问你 要不要 我说 那些详细和租金的钱 你要不要 我先跟你谈租金 这边的房屋 就不像香港的房屋 我每个月给你 是每个业主跟你说 一笔过你给一年租 你出一张账给他 幸好我公司对我们都挺好 明知我们来到这里 都不可能这样 我把房屋托了一大块钱出来 公司帮你先出 然后才逐个月在这份量扣 除了楼价飙升之外 短期富裕起来的倒败 社会的问题不断涌现 除了一项被传媒广泛报道的 勞工剥削问题之外 Javier也见证着整个城市 以盲目向浅看的趋势 每个人 因为他们不论哪个地方来 高位的中层的低层的 每个人来这里 其实是没有信心 来到这里大家的心态都是 两年三年就走了 总之个个都是用尽方法 去换你的钱 我帮你的 我现在告诉你 我要收你一千元 我要收你一万元 总之是想尽办法 尽量去抢你的钱 可以抢够 我走 你外面去摘的士 又是奇境 你要见到一街 可能是二、三岁的人 在摘的士是没有人摘到车 因为很多人来工作 的士不够 又或者这座的士 你要去近的地方 我不去 你要去近的地方 我不去 见到你 他明知贴士一定不多 甚至没有贴士 不再 宁愿走前两步 去再一个外国人 总之他见到你 黄眠口 他就会少看你 再加上我们 我们不是新江颈领出街 又不会特别用名牌子的东西 所以我们去到 就算去到食店 他们都未必有 很好的服务给你 一个大地盘一次过 可能是五、六十间楼 或者甚至是过八间楼 一起建 因为他们要尽快去建一间楼 也不需要你的质量 除了要面对一个利益挂税的社会风气之外 Javier和太太还要适应这个回教国家的风俗习惯 香港或者其他很多小的地方 工作是星期一到星期五 星期六要回的可能回半周 但星期日一定放假 一个星期七日如是 但这里就不是 因为回教他们不是跟我们外面的势力 是他们自己回力 他们其实真真正正放假期 是星期四和星期五